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生主张北法,在蒋介石被斗下台之后,他试图将民国用自己的方法治理,可谓或反而和蒋介石闹翻,输给了蒋介石,后来连人带兵回到了封地桂林,九一八的事变之后,李宗人带领桂系士兵们走上了抗日就亡的路线,之后和三十五岁时候,取得平齐一起出走美国,开始了在一国漂泊的生涯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他七十五岁高龄的时候,又娶了一位二十七岁的小老婆,在他死的前四年就是一九六五年,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,这就是全国三大的赵凯。 不过也还有另一件事,就是李宗人的归国,李宗人是我们中国的有福之江,这个福气不是来自他的个人经历,而是他在历史的大浪中屡次捕倒,运气十分好,并且回顾贵系的所有作战计划和谋略,都是符合当时的时代大流。 他的这次回国备受重视,周董礼亲自带着贺龙、陈毅等人,还有福怡都亲自前去接他。 所以周董礼一直劝李宗人回来,因为他也觉得李宗人虽然是一个国民党将领,但是在抗日的工作中表现也很好,对中国的贡献很大,因而多次邀请他回来看看中国现在的样子,可是回来之后的李宗人主动要求掌握权力,妄想做全国人打为园长。 这个位置不小,也只有刘少奇住的这样的级别才做过,所以毛主席一直没有同意,而就在他回来的第四年,他的健康急转之下,这件事情自然没法在习,可能他回来之后会有点懊恼,但总理评价他除了抬而装战意外,他还为中国人民做的另一件好事就是回国了,返回搜谷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